可能下個禮拜就會跟中國建交 船已經很久了 那你怎麼看蔡政府上任之後好像比不上去 這個也沒辦法 國際局勢 你怎麼問我 深呼其放輕鬆 這種邦交國要維護也是很困難 所以對你來說已經是無幹了 不是啦 你有感反而讓人家更 常常是這樣啦 你表示說I don't care 他反而出招沒有意義 你很care他就更想出招 小英嗆中的原因所以導致現在的狀況嗎 你不嗆中他也是會一個一個把你的邦交國收起來 只是快慢而已 所以是這樣啦 終究台灣還是要思考 我每次看我們要鍛鍊無仰呼吸的能力 就算沒有邦交國要活得好好的 可是還是要想想看